俄羅斯專家星期一指控美國無視並破壞中東四方,導致巴爾衝突升級。 四方成立於2022年,由聯合國、歐盟、美國和俄羅斯組成。 他的任務是要幫助調解中東和平談判並支持巴勒斯坦經濟發展覆機構建設,為最終建國做準備。 然而莫斯科國立研究所不同文明夥伴關係中心主任惠利·阿明·波波夫表示, 美國一直在忽視和破壞中東四方,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唯一能在那裏進行調解的國家。 他繼續說,結果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波波夫建議引進新的調解者,例如是金鑽國家。 他說,我們需要重新考慮調解員的組成。 在我看來,金鑽國家可以承擔這項任務。 至少金鑽國家目前的五個主要國家,俄羅斯、中國、印度、巴西和南非。 控制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 在一次罕見的特集中,向以色列發射了數千枚的火箭彈。 以色列對加薩進行了大規模的兇襲,並且採取了包括停電在內的懲罰措施。 據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衛生當局稱,截至星期一晚間, 新一輪的衝突已經造成雙方1600多人死亡。